参加综艺录制时 网上传遍了我和男嘉宾江明的绯闻 紧接着网上又爆出江明早已结婚 我成了逼走原配的恶人 江明直接召开发布会 当众宣布 我的确已经结婚了 你们的绯闻女主角就是我老婆 谁在回我老婆的名誉 别怪我不客气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在娱乐圈打拼的第五年 我怀孕了 本打算吸引一阵子专心的养胎 经纪人却帮我接了一档综艺 一年后娱乐圈哪儿 还有你的位置 你不接综艺 怎么给孩子赚奶粉钱 我可是要了高价的 你多挣点气 多攒点人气娃 刘姐说完 又神秘兮兮的眨了眨眼睛 而且据我所知 江明也会参加 正好你们带心谈恋爱啊 江明 就是我那隐婚的老公 著名化妆品品牌FY的创造人 三年前我跟江明认识 为了事业选择隐婚 到现在他都还在控诉 我要事业不要老公 没办法 谁让我天生长了一张 妖艳见惑的脸 出道五年演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绿茶反派 我眨眨眼睛 如果我和江明的关系曝光了 姐姐你不会生气吧 当初隐婚 可是公司提出的要求 刘姐恨不得给我一个大笔兜 严厉的警告 你要是敢曝光 我就剁了你 这档综艺是旅行真人秀 一共五位嘉宾 录制周期14天 综艺要求嘉宾身上不能带钱 靠节目组给的生活费 过完14天 全程直播 听说嘉宾除了我老公 和另一个小鲜肉顶流 剩下三个都是女生 录制当天 赶到录制地点 我终于见到了所有人 江明虽然很帅 可她是我隐婚老公 老夫老妻早就看腻了 顶流小鲜肉周为一 称得上盛世美颜 但不是我喜欢的卦 而且她的粉丝战斗力超强 我可不敢招惹 女歌手康康 凭温暖动人的嗓音出名 长相并没有优势 只能算可爱 另一位女嘉宾是演员乔倩 外号乔哥 在圈内口碑还不错 一看见我 乔倩先打了招呼 轻易 你好 吃梨吗 说着 她把手里啃了两口的梨送了过来 我眼角直抽 你吃你吃 我不怎么爱吃梨 乔倩自然地收回手 继续啃梨 说起来 咱俩还没合作过 去年的海上明月 本来有机会的 结果也错过了 说起这个海上明月 我就来气 当时明明选定我做女二 结果开拍在即 乔倩代资入组 直接挤掉了我的位置 现在她竟然好意思说错过 这种话自然不能在明面上说 我面带微笑 配合着点头 是啊 好遗憾 乔倩你演的女儿真好 我要多向你学习 周卫一突然出声 我记得当初定角色的时候 方亲一是女二吧 乔倩脸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立即装不知情 是吗 还有这回事 回头我一定问问我家经纪人去 她随即又笑眯眯的 撇着周卫一 唯一知道的不少啊 不会是轻易跟你说的吧 你们俩私底下 关系不错 这话一出 姜明的脸色都沉了 当着我老公的面 给我炒绯闻 我直接装绿茶 可怜兮兮的对回去 乔倩你误会了 不少人知道去年我试镜的 当时的确是了女二 都说我演技太差了 没能把握那个机会 跟你没关系的 听到这话 姜明阴沉的脸色总算转情 在摄像头外 炒撇了撇嘴 录制已经正式的开始 节目组给我们订了旅行路线和消费 其他的全靠我们自己 乔倩提议 把生活费都放到一个人身上集中管理 方便记账和控制消费 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小鲜肉周围一率先说 我不会管钱 女生比较细心 要不女生来管 康康比较内向 只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想管 乔倩大大咧咧道 那就这样吧 生活费都交给我 我来统一管理 姜明脸色一沉 为什么不给方轻易管理 我立即做受精状 既带点委屈 又带点体贴 轻声道 我没关系的 乔倩姐来管就好 姜明摆出一副公正公平的姿态 淡淡道 谁数学好谁管 乔倩有些不高兴了 轻易你数学好吗 我谦虚的笑了笑 我数学很一般的 大学时候也就拿过一次 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而已 周围一惊讶道 轻易竟然是才女 才貌双全啊 乔倩大方地点头 最开始我是想着 不管交给谁都会比较累 不如就让我累一点好了 既然轻易数学好 那就归轻易管吧 他嘴上这么说 可眼底的火 几乎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一直沉默的康康 来了句神吐槽 算这点账也不累吧 我立即配合着点头 不累 一点也不累 放心交给我就行 乔倩脸上的笑 都快挂不住了 晚上我们三个女生一个房间 乔倩说去找男生的喝酒 叫我们一起去 还笑眯眯地说 大家都是兄弟 康康抱着吉他要练歌 我也找了一个理由玩具 等乔倩走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也偷偷地溜出了房间 在酒店外的街角 我一眼就看到了 黑暗下挺拔高挑的身影 我放轻了脚步 慢慢地靠近 可手还没碰到对方 江明一回头 直接把我按在了怀里 他随手脱了外套 裹在我身上 声音一丝不苟 冷吗 我在他怀里蹭了蹭 不冷 哼 江明轻轻地捏了捏我的脸 语气里带了几分委屈 白天还装不认识我 你这个女人真坏 我笑着还击他 江总不也装不认识我吗 江明撇嘴 还不是因为你要隐婚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就想公开 你还威胁我公开就离婚 方瑶 你太坏了 方瑶是我本名 方轻易是一名 说着江总更委屈了 狠狠地抱了抱我 又呼了我一脸口水 才算消气 亲完又摸了摸我的肚子 去检查了吗 宝宝怎么样了 才两个月 放心 好的很 我安抚他 说起来还是上次 他偷偷地探班时有的 我们结婚后一直去找一度 江明可没少抱怨 现在我怀着孕又接了综艺 他不放心 才特意要来一起参加 录完这个综艺 不许再接其他工作了 他一脸严肃 老公养得起你 知道了知道了 这种话我耳朵都听得起剪子了 好在他也就是嘴上说说 平时其实最支持我的工作了 除了直播 节目组还剪出了综艺第一期 很快的就在网上播出了 乔倩给我吃梨那段 成了网友们的热梗 大家都夸乔倩大大咧咧真性情 也有少数说我脚楼造作 扭扭捏捏的 都是女生 一起吃个梨怎么了 就是方轻易那嫌弃的表情 好像乔倩多脏似的 他好歹也装一下子吧 乔倩就是大大咧咧没想那么多 我们乔哥太单纯 不知道无意中又得罪了多少人呢 方轻易也太装了 拿个数学比赛的第一就开始嘚瑟 对呀 还暗示乔哥抢他的女二 这女的可真绿茶 我们的综艺讨论指数直线上升 得讨论最多的就是乔倩 看着那些熟悉的画术 我嗅到了水军的味道 他夸自己也就算了 怎么还带着拉财我呢 我都火气疼的就上来了 立即摞起袖子 登陆小号准备开站 但页面一刷 这些讨论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即江明的消息发了过来 别看网上那些 好好地休息 有摄像头盯着 他不好直接过来 就只能发消息给我了 我这个老公能力很强 只是在我的要求下很少出手 现在看我怀孕了 怕我受到刺激 才开始插手舆论公关 嘴上跟他客套着 我心里可美了 捧着手机黑黑黑的笑出声 康康在旁边看到了 好奇地问 轻易姐 对谁聊天这么开心 我笑了笑 没什么 刷到几条有意思的新闻 康康点点头 突然语气沉了沉 低声地安慰我 网上那些负面消息都是炒作 你别太当回事 在这个行业难免的 他倒是真心实意的 我拍拍他的手 感激地点点头 谢谢你 我没事的 不用想我也知道 但陆上现在肯定在刷 又在装可怜了 好在后面几天的录制 没出什么妖蛾子 大家相处的和睦团结 炒作的都是一些笑点 康康的帅真懵懂 和周唯一的帅气开朗 也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包括江明 他低调优雅 通过这几天的直播 被网友冠以封号 将酷炫狂霸赚 经费不多 这几天我可着劲地节省 但还是不够话 尤其一些转车的路途中 距离不太远的大家 就走着过去 但一天天地走下来 大家都有些累了 这天半夜睡觉时 有人悄悄地摸到了我的床边 孕妇比较敏感 一听到动静我就醒了 房间按着摄像头 知道对方不会作恶 我也不着急 眼睛眯个缝先看看情况 原来是乔倩 他正翻我的包 找到了我保管经费的钱包 然后从里面拿了100块钱 有摄像头在 他敢这么拿钱 肯定是节目组点头的 明天要是我没发现钱少了 乔倩少不得要嘲笑我算掉迷糊 抢走财政大全 要是发现钱少了 有节目组作证 他也只会说开个玩笑 我没声张 装睡做不知情状 等到天亮了 节目录制继续 按照行程 今天有一段路比较远 大带两公里 我还没说话 乔倩直接抢先道 还是照老规矩 走着过去吧 我跟唯一想看看东边的湖景 就从东边走了 我们就在目的地集合吧 康康疑惑道 大家不是一起走吗 要不康康 你跟我们一起走 乔倩邀请 我知道他肯定要打车了 不打白不打 他身后的周围一正疯狂的实眼色呢 康康摇摇头 我还是跟轻易姐他们一起吧 刚还眼睛放光的江明 瞬间又沉了脸 于是我们兵分两路 康康背着大吉他在前面 江明放慢了脚步到我身边 压低了声音 满是委屈 老婆 人家还想跟你二人世界呢 我哭笑不得 就算康康不在 设置组导演组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让你二人世界 江明更委屈了 我们好几天没贴贴了 我倾壳一声 江总 请注意您的身份 他怨念地瞥了我一眼 拿过我的行李箱 恢复脸上的高冷 朝一边走去了 除了行李箱 我就只有一个背包 到时机了 我在包里翻了翻 抬头道 我的戒指不见了 见摄像头和工作人员围过来 我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演技 慌乱地翻找了半天 才焦急地说 我的戒指不见了 那可是合作方的粉钻 价值两百万的 怎么办 康康看向导演组 是不是落在酒店了 房间不是有监控吗 导演组置之无无 如果查监控 乔倩拿钱的事 可就藏不住了 江明在旁边冷嗖嗖到 报警吧 数额巨大的盗窃案 必须查清楚 导演盲说 不用不用 我们查监控 应该可以找到的 可以的 在看到乔倩半夜翻我包时 江明和康康都沉默了 导演盲解释 是乔倩想开个玩笑 只拿了经费 没拿戒指 我这时才淡淡地说 我想起来了 戒指被我放在家里了 不好意思哦 路上我特意地看了一下弹幕 大多都是讨论 乔倩为什么要半夜 偷拿经费 开个玩笑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节目才有看点啊 乔哥无辜故宫巨人 是节目组让他拿的 又不是他愿意的 谁说是节目组让他拿的 节目组生是背锅了 反正节目组不当人 乔倩开始给我下半子的时候 节目组就跟他 就已经沆泻一气了 不管节目组当不当人 反正我没打算当人 到了目的地会合后 我眼圈一红 率先发难 乔倩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 不好惹你生气了 我拿纸巾擦眼睛 我知道自己没用 让大家都很辛苦 如果太累了 你可以跟我说 不要偷偷地从经费里 拿钱去打车呀 乔倩一愣 随即意识到事情败露 立即甩锅给节目组 是 节目组让我拿的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轻易 就是开个玩笑 我继续委屈巴巴 乔倩 我不怪你 可是我们几个一路走过来 你们却舒舒服服地坐车 等节目播出去 你们被骂 我们受累 大家都不讨好 其实你可以提前 跟我说一声的 乔倩拉着我的手 一脸懇切 我向你道歉 我捂着肚子 打断了他的表演 走路走太多了 肚子疼 话音未落 突然一道身影挤了进来 二话不说地 把我拦腰抱起 是我老公姜明 我顿时慌了 忙拍他 我没事 姜明沉着脸 不是肚子疼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的 太麻烦大家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 我的肚子疼是装的呀 这个笨蛋 在我的眼刀子试一下 姜明终于放下了我 但仍严阵以待 像只乖巧的得目 乔倩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们一眼 才说 这样吧 接下来我和唯一走路 你们坐车 正好轻易肚子疼 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会 我微微汗手 好 就这样吧 没想到我会一口答应 乔倩露出一瞬诧异的表情 随即又恢复了笑容 大大方方地跟节目组说 我们的最终决定 十分钟后 我 姜明和康康 就坐上了节目组的车 并且加了一段行程 足足地有五公里远 车上 姜明在暗处拉着我的手 再三地询问 肚子真的不疼 真不疼 我无奈 将酷炫狂霸拽药露馅了 在目的地等了好半天 才看到乔倩和周围一 姗姗来迟 两个人累得脸都绿了 果不其然 这一期播出后 官方号下和谐友好的评论区 瞬间炸了 乔倩的粉丝为他名不公 说他被节目组陷害 根本不是自己想去偷经费的 周围一的粉丝 哭着喊着心疼哥哥 竟然走了那么远的路 我的粉丝大喊 节目组不当人 让我管钱 竟然还使伴子为难我 其心可诛 康康的粉丝则怒骂节目组 败高采低 看康康人气差 连镜头都不给几个 还有零星的江明粉丝 警告节目组江明已婚 不要乱抄CP 嗯 江明也有粉丝 各家粉丝挥舞着大旗 在各平台嚷嚷着 不小心的碰撞一下 又引发更激烈的争吵 最后变成几家粉丝互撕 场面那叫一个混乱 而节目组只轻飘飘的 发出一个通告 向乔倩和我道了歉就罢了 网络上舆论战争还在继续 而渐渐的 战火被引到了一个诡异的角度 江明已婚 那为什么在节目里 跟我走得那么近 方轻易的面相 一看就是擅长勾引男人的 什么肚子疼 装了吧 也就江总这种 大智男吃这一套了 江总是已婚人是吧 可别被绿茶一勾引 就犯了错呀 话题讨论太多 光删帖都删不过来了 再过两天 旅行就要结束了 这些天 江明也懒得伪装了 大半时候都围在我身边 就算脸上装了一本正经 眼睛里的蜜 却都快溢出来了 乔恰还说 江总不能光体贴轻易呀 我和康康都是女孩子 你得一视同仁才行 他看着开玩笑 可语气却酸死了 江明委委屈屈的跟我哭诉 网上都乱七八糟的 在说什么 我淡定的拿着手机回复 再忍忍 快到头了 江明语气很是傲娇 网上都说你勾引我 老婆实在不行 你勾引勾引 不然我不是白爱骂吗 我回对他 你被骂不也挺开心的吗 江明回了我一个 插腰生气的表情包 表示抗议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乔倩突然凑了过来 我忙收起了手机 他满脸促暇 做事要抢我手机 我自然不让他得逞 但关屏的一瞬间 还是被他看到了几个字 江 你在跟江明聊天 他拔高了声音 旋机又压低下来 轻易 我听说江总结婚了 你还是得跟他保持点距离 随着热度起来 看我们直播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摄像头下说这些 乔倩摆明了 要拿我和江明的绯闻做文章 我抬眸扫了一眼摄像头 忍不住笑了 做吧做吧 江明已经忍不住了 眼看要公开了 他现在把声闹得越大 等真相公布的那天 打脸就越疼 我微微一笑 你放心 江总不是那样的人 说完我一无嘴 刚呕了几声 乔倩忙问 怎么了 不舒服吗 要不要去医院 我摆摆手 不用 吃坏肚子了 多喝点水就行 乔倩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 哦 果然随后的录制里 乔倩对我的留意更多了几分 甚至有一次趁着录制休息 我去医院产检 也发现乔倩的助理暗中跟踪 两天后 录制终于结束了 结束当晚 节目组举办了一场杀青会 同样直播 观看直播的网友 更是高达十几万人 这唯一跳了一段舞 康康拿着吉他弹唱了一首 场面十分热闹 我也没什么才艺 低头猛吃就行了 旁边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把包好的虾仁 放到了我碗里 我抬眸 正对上江明温暖的眸子 慢点吃 少吃多餐 回头饿了我再订家餐 江明嘱咐 江总 乔倩拿起碗来 笑嘻嘻地伸过去 给我抱个瞎呗 江明一开视线 抱歉 我只得方清一抱 嘖嘖嘖 你们俩乔倩一副 看八卦的表情 周围一叫了起来 咱们录的是旅游综艺 还是练宗了 弹幕上齐刷刷的一排好甜 阿克到了 突然一条弹幕冷不丁地插进来 甜什么甜 你们忘了 江明是已婚了 有位预言家发消息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江明跟方清一本来就是一段 但立即有人否定 不可能 我在网上搜到一篇报道 江明都结婚好几年了 方清一去年还在必单身人设呢 方清一当小三 还敢在节目里秀恩爱 奇葩 弹幕里吵得七嘴八舌 我们几个当事人 其实也都有偷偷地看 康康收了手机 凑近了我身边 小声地问 清一 你跟江总怎么回事啊 要是有误会就赶快说 不然 他是真心的担忧 我握住康康的手 拍了拍 放心 没事 康康点头 鼓足勇气站起来 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歌 他想转移话题 让我少承受些非议 这个女孩子单纯善良 真是一股清流 但旁人显然不吃这套 乔倩正大声地说着 这一路上 我和江明有多亲密 他亲眼看到的巴拉巴拉 我拉着康康坐下 笑道 你等着看戏就好 昨晚清一偷偷地溜出去半个小时 我出去透气的时候 又看见他们俩在角落里 搂搂搂搂呢 江总 喜欢就表白啊 让网友们见证 你们的感情多好 乔倩笑眯眯的说完 还窜多江明 这唯一事实的插了一句话 我看弹幕上说 江总已婚了 乔倩瞪大了眼 不会吧 江总已婚了 那你跟清一 他立即又倒了两杯白酒 分别放到我和江明面前 故作豪爽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来来来 干了这杯酒消除误会 大家都只是好朋友 我面带微笑 我现在不能喝酒呢 乔倩眨眨眼睛 怎么了 你不会怀孕了吧 难怪我那天看见你去医院 是啊 我大方弟点头 我是怀孕了 他本来只想隔应我一下 没想到我直接承认了 一下子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 康康和周围一也都愣住了 不明白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倒是江明露出了喜色 我承认怀孕 就表示要官宣我们的婚姻 他终于不用再当隐形老公了 来来来 快坐好 江明把酒杯挪到一边 干脆光明正大的开始给我包瞎 乔倩回过神来 立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大家都抬眸望着他 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大声的呵斥 方轻易 这一路上我把你当成好姐妹 没想到你干这种事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跟江明不对劲 你们俩互相喜欢没关系 可你别忘了 江总已经结婚了 你这是当小三 事不要脸 别人爱情面不好说你 我来说 我看不惯这种不知廉耻的行为 我转头瞥了一眼江明 我想吃螃蟹 螃蟹姓韩 孕妇要少吃点 江明叮嘱了一声 包了半只给我 这才抬头望着乔倩 还有吗 没想到我们夫妇这么淡定 乔倩忍不了了 怒斥 方轻易你还怀孕了 你简直就是 你知道插足别人家庭 未婚先孕有多恶心吗 我真心的劝你 道歉认错 不要一错再错 真是过躁 想凸显自己就凸显 干嘛踩着我上位 手上一紧 是江明紧紧的握住了 他释放出霸总的高等气质 一字一顿道 乔小姐 你说的话每句都有摄像头记录 你现在诽谤诬蔑我的妻子方轻易 等着说我的律师喊吧 乔倩傻了眼 这下更猛了 就连屏幕上都有了一瞬间的空白 几秒过后 网友们才疯狂地发弹幕 江明和方轻易竟然真的是一对 江明的隐婚老婆就是方轻易 我就说我磕的CP是真的 那乔倩不是成笑话了 指着人家真夫妻骂人不知廉耻 谁知道真的假的 说不定是方轻易催婚的手段呢 我扫了几眼弹幕 也没太当回事 因为现在注意力大半都转到江明那去了 公开了身份 他再也不用伪装 开始细心地照顾我 给我包虾包螃蟹 包水递纸巾 很快的 弹幕从激烈的讨论变成了好田 乔倩特意找我敬酒 跟我道歉 我笑隐隐地接受了 他端着酒杯 极为小生地 怨恨地来了一句 方轻易走着瞧 我微笑已对 我等着 这次直播结束后 话题警号方轻易引婚 警号就冲上热搜 讨论还在继续 网友们开始扒我和江明的过往 包括以前几次探班 都被八卦网友们扒了个一干二净 江明还把我们的结婚证晒了出去 佩文 我老婆 您被证取的 在我的授意下 他把名字和日期打了马 江明不解 老婆 为什么要打马 我故作高深 回头你就知道了 好好好 他把我的瓶瓶罐罐都摆好 催促我 快来洗漱了 你是孕妇 要早点休息 公开关系后 他就恬不知耻地跑来跟我一起住 反正江总有钱 订了一个豪华套房 我没空洗脸 因为经纪人现在正在电话轰炸 方轻易 你好本事啊 我千叮零万嘱咐 让你别曝光 你倒好 连结婚证都炫了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我轻笑 姐 早晚我也瞒不住 我老公想秀恩爱 我也没办法呀 你少装可怜 要不是你点头 江明也不可能公开 我单单到 引婚了三年也差不多了 刚好我跟公司的合同也快到期了 如果姐觉得公开婚姻会影响事业 那为了不给公司添麻烦 我们就不续约了吧 江明一听 盲错过来说 太好了 老婆 我给你开个公司 你当老板娘 刘姐语气瞬间和善了 忙说是开玩笑 我给公司辛辛苦苦几年 劳苦功高 不仅要续约 还要提高我的待遇 硬贺了几句 挂了电话 某人已经钻到我怀里了 摸摸她毛茸茸的脑袋 我轻叹一声 当初公司要求隐婚 否则就血藏我 我不得不照做 现在合约到期 我正好趁势解约 老公 委屈你了 江明乌黑的眼珠 像急了大狼狗 为了老婆 什么委屈我都能受 一个月后 我已经退掉了所有工作 安心的在家养胎了 节目的最后一期播放出来 果然又掀起一番热议 先前讨论过的话题 被人拿出来再次咀嚼 又品出了别的味道 有人把我和江明的恩爱细节 有人夸桥欠政治热情 有人喜欢康康的田径乖巧 还有无数粉丝喊周围一老公 这时熟悉的水君又来了 江明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她的品牌名字是她太太的名字 和品牌叫FY 跟方清义对不上 江明秀的结婚证理 把日期都打满了 谁知道他们俩是神兽领的证 大概率是方清义借着怀孕逼宫 赶走了袁佩 自己才成了江太太 江明那么大的总裁 会看不穿这种伎俩 还给一个小三扶证 你们懂什么 就算再讨厌小三 被逼到绝境了 为了面子和名声 将总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啊 所以说 方清义就是小三啊 乔欠在节目里骂的没错 你们凭什么都嘲笑他呀 我错怪乔欠了 大冤种竟是我自己 不出我所料 乔欠真出手了 在节目里 他就三番四次的暗示 我和江明关系不一般 最后甚至拍着桌子 骂我不知廉耻 结果公开我们关系后 他成了网上津津乐道的大冤种 本来被讨论几句也就算了 可他不肯 非要给自己树立一个 仗义直言的豪爽形象 想找出我的漏洞 狠狠地踩上几脚 江明劝我 老婆你就是太善良了 他都把你欺负成这样了 还不反击 当然要反 我于是发了一条微博 就四个字 等热度吵起来了 江明召开了发布会 江明也算半个娱乐圈的人了 他召开发布会 当下又是最沸沸扬扬的八卦 来参加的记者相当多 我本来也要出席的 但他说孕妇不宜情绪激动 还是乖乖地在家等好消息吧 嘴上答应着 我回头就打开了直播频道 叙事待发 江明一出场 娱乐记者们就开始疯狂地提问 闪光灯几乎闪瞎了他的眼 江明淡然不语 只抬手虚虚的一按 等着声波消停 现场渐渐地安静下来 他才沉稳地开口 关于网络上 对我和我太太的众多讨论 现在一一地回复 那些负面消息 全是无中生有 造谣诽谤 我已经委托律师收集证据 将起诉诽谤 我们夫妻名誉的账号和个人 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此我严正声明 我江明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妻子 就是方轻易 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三年 网上传的今年怀孕 逼婚 纯属污蔑 说着他亮出了结婚证 这次没有打码 结婚日期和姓明 都看得清清楚楚 登记日期的确是三年前 姓明一栏 则是江明和方瑶 方瑶 方轻易叫方瑶 有记者提出疑惑 江明笑了 我的化妆品牌 FY就是用的我妻子的名字缩写 方轻易是他的一名 他是本名叫方瑶 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们当什么八卦记者 这下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上的所有猜测都是假的 纯粹是造谣诽谤 这时 他拿出了一把资料 记者们恋恋相去 不知道接下来 姓明还要做什么 姓明微微一笑 还有一些话 要转达给乔倩小姐 哟 我老公长本事了 我提起了精神 聚精会神的盯着屏幕 姓明把资料一一的展开 不仅不慢道 这是当时我妻子 和剧组海上明月签的合同 他失戏后导演很满意 立即就敲定了女二号的角色 有合同为证 然后他又举起第二张 这是剧组违约后 赴违约金的转账记录 当然违约缘由你们也懂 女二号改成了乔倩小姐 至于为什么换成她 相信下面的资料能给你们答案 再下来 他拿出几张照片 镜头拉近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乔倩跟一个地中海男人的合照 看角度是偷拍的 乔倩跟那男人挽着胳膊 还有几张是在酒席上 以及酒店窗户 两人相拥在一起 姜明淡淡到照片上的男人 就是海上明月剧组的制片 具体我不多说了 怎么争取来的这个角色 乔小姐心里有数 对此我只想说 想出人头地 还是要靠真本事 打造一个豪爽率真的人设 靠拉踩竞争对手上位 早晚有翻车的一天 乔小姐 且走且珍惜吧 说完这些 她干脆俐落地结束了发布会 但这个料太猛 在座的记者们 久久地没回过神来 姜明才不管他们 直接开车奔回了家 找我妖宫 老婆 我表现得怎么样 老公真棒 我给她一个大妈妈 老婆 她不是满意 盯着我 宝宝三个月了吧 嗯 我点头 昨天刚做的产检 宝宝一切都好 医生说 三个月以后就安全了 她目光有些热烈 在我怀里蹭拉蹭 发布会的后续还没结束 凭姜明提供的那些照片 记者们开始深扒乔倩的黑料 除了靠潜规则抢角色 网友们接二连三地 又扒出她私下气压助理 打着好兄弟的幌子 跟几个男艺人暧昧不清 乔倩的人设一下子崩了 粉丝托粉回彩 被她连累的其他艺人的粉丝们 疯狂地攻击 瞬间又掀起了新的热度 负面消息缠身 乔倩的代言被解除了好几个 原定的影视剧角色也都换了人 她的事业跌入了谷底 网友们骂得累了 就会跑到江明的微博下面求糖 自从公开之后 她就成了炫奇狂魔 每天更新我们的日常 任由外面雨打风吹 她自窥然不动 我已经五个月了 肚子大了不少 每天适当地运动运动 为产后付出做准备 江明拿出了一堆剧本给我 老婆 这都是我精挑戏选的 角色好 待遇好 大制作 没吻戏 等你付出的时候正好开机 先看看本子挑一挑 我拿着本子慢条斯理道 演员难免拍吻戏 老公 你小心眼哦 她傲娇的哼了一声 好 你想拍就拍 但拍之前 我先把你吻力了再说 说完 大狼狗扑了上来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